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天资聪慧 对杨氏太极拳悟性极高 十二岁 拜副宗元先生遗师 二十岁 拜赵斌先生遗师 习太极拳之大肠 杨氏太极拳 刀 枪 剑早已颇深 太极推手出神入化 太极前辈赵斌宗师 杨振夺宗师 杨振国宗师分别为其提字 太极正宗 正脉成船 太极真船 郝宏伟先生是杨陆禅家族理事会 邯郸市阳氏太极拳研究中心首批资深研究员 2009年成立河北省传统太极研究院 致力于传统阳氏太极拳的研究 对前辈著作分析研讨 深刻探索杨氏太极拳的精髓药益 出版并著有 杨氏传统太极 剑刀枪汇翠等专著 和煦的阳光下 绿树眼映的半云长廊 维国之的小光场 记录先生的炼光身影 同时 这里也记忆着先生教授弟子 以及与全国各地太极名家交流切磋的时时刻刻 家里更是讲武科堂 各地的武术名家分之他来交流权益 探讨权理权法 设计而下 小小演武场一如眼帘 刀剑成牌 大干礼 挥汗如雨 在其中 郝鸿伟先生数十次访问台湾 香港 与两地的武术名家交流学习 受到广大港台地区太极爱好者的追捧 多人摆在其名下 为推动两岸三地的武术文化交流 做出了巨大贡献 传承路上 孜孜不倦 郝鸿伟先生 被聘为南开大学太极研究中心刻作讲授 是港澳台地区给多家太极协会研究的名誉主席 荣誉既是责任 郝鸿伟先生在宾州教学期间 正是酷暑难耐的七月份 无论如何的辛苦劳累 没有减少一分钟的讲课 课间休息也在和学员疑问解答中度过 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授课 感恩大学堂名家坊的授课 河北生体育学院的授课 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特别是在河北体院 与专业的拳击选手实战搏击 让大家领略了阳式太极拳的实战能力 对太极拳的认识有了巨大改变 郝鸿伟先生把自己多年来对太极拳理论研究传果 和阳式太极实战演练技术 全部放线给了社会 因了先生具有人生哲理的观念 心火相传 生生不息